歡迎各位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歡迎各位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我首先介紹今天的講者 中間的就是衛生署衛生服務中心 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醫生 張醫生的左邊就是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余偉寧醫生 右邊就是余護處助理處長 薛漢忠受醫 我們等一下首先請張醫生回報一下 最新本地2019冠狀病毒病個案的最新情況 之後我們就請薛醫生 講回關於一隻九隻感染的個案 最後就余醫生會為我們回報一下 醫院管理局下面的情況 我們先請張醫生 我們今早暫時未有新個個案 都沒有懷疑個案 我們昨晚就多了一個確診個案 就是1805宗 它就是一個在印度回來的 去完旅行回來的一個個案 它就是一個輸入性個個案 可能講回詳細一點點它的行程 那些 它就是1月31日到2月24日 就去了西印度的民邁那邊 詳細的行程我們還是了解中 它應該是一個 由一個加拿大朋友做搞手 就有21人的一個 就是據我們所知 就可能是一個自由行的一個自己組的一個團 那它就24日就是搭CX694 就由印度回香港 那九點多鐘就回到香港 那便搭地鐵回家 然後搭地鐵回家 就是搭地鐵經中環 然後搭地鐵回家 然後搭地鐵回家 那在25日 就曾經去過銅鑼灣一間超市 然後26日就去過一個 市美菲露的街市 還有去過八德申街的 北打街的一個 匯豐銀行 然後27日就去過 德富道松的東亞銀行 那28日就去過一個 上環普仁街東華醫院的中醫去看診 因為它在23日在印度的時候 還沒有回香港之前 已經開始有土安的現象 那在28日去看中醫的時候 就都是見到有少少發燒 但是坐了一會兒 又再檢查 又好像是沒有發燒的 那29日就在家裡 3月1日就是曾經去了觀塘一個地方 就叫做My Garden 這個地方 就是去了一個婚宴 因為它那時候 都是有點不舒服的 因為都是很累的 所以在那裡 就不是逗留了很久的時間 和戴口罩 除了是吃了少少東西 和拍照之外 那這裡就是有實圍的 但是就是大家 就是在一個露天的地方 那我們就聯絡了個 婚宴的新娘 就是去了解 有什麼不同 她是有些密切的接觸者 那3月2日就是去 因為她有些長期病患 我去過勒敦寺醫院抽血 然後就去莊善敦道的海王粥店 就吃過粥了 然後就去了威寧頓街 2至8號一個地方 就逗留了一陣子 然後就去了這個中癮中心 都逗留了一陣子 後來又去了統一中心 然後又再回看那個中醫師 在那個上環普人街的東華醫院 那天晚上 在3月2日那天 她就有點不舒服 也不是不舒服 她是在家裡發現她暈倒了 後來3月3日就去了 Wallapil的門診那裡 因為她是門診的 用那個胸口的唾液那裡 然後又拿了樣本 所以昨晚就是確診的 我們都在做一些個案的追蹤 看看一些密切接觸者 因為她開頭發病的時間 是2月23號 當時就沒有回來香港 所以應該都是在印度感染的了 但是因為她那個感染的病徵 就是肚鵝 一開始都是肚鵝 那發燒就是她去到門診的時候 都發現她有些發燒的 變了就不是說 好像平時我們見到 是呼吸到病徵那樣 所以可能在社區那裡 都是逗留了比較久的時間 以後才可以確診 變成了我就會多一些 可能要追蹤的接觸者 這個工作我們現在還在做 我們都留意到 就是有報道說 加拿大那個醫師省那裡 都好像有一個初步懷疑的個案 有說是去過香港 有說是去過印度的 所以我們都會跟加拿大那邊再聯絡 看看是否都是相關 會不會有機會是同一個旅行團呢 或者有沒有關係呢 這個我們在了解中 今天報告是這麼多 接著我們請阿薛醫生的講法 謝謝 我們漁護署在上個月 2月的26日 就收到一隻從一個 2019冠狀病毒陽性的 患者的家裡收到一隻狗 我們在27日 就在口腔和鼻腔的樣本測試 是有少量的冠狀病毒的 那麼我們分別呢 也都在2月28日 也都拿同樣的樣本 那發覺他的口腔和鼻腔 也是陽性的 那麼到3月2日 我們發覺 他那個口腔的樣本 就呈陰性 但是鼻腔的樣本 仍然是呈陽性的 那麼我們呢 跟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專家 和香港城市大學的獸醫學院的專家 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專家 大家一起去看一個報告 我們也都一致 是覺得這個狗 是有低程度上的感染這個病毒的 那麼現在這隻狗隻 就還在我們的動物隔離中心那裡 現在呢 他是沒有任何冠狀病毒的病徵的 然後請余醫生匯報一下 醫管局下面的情況 在過去24小時 醫管局一共是情報了33宗的懷疑個案 直至今日中午的12點 仍然有101位的病人 是留意接受隔離治療的 而我們呢 就是有105宗的確診和疑似確診個案 是104宗是確診 一宗是疑似個案 那麼在104宗的確診個案當中呢 有2人是離世 46人出院 那麼就過去12小時呢 出院的是45號 65號和82號 另外就有56人呢 是仍然留院的 那麼在留院的病人情況當中呢 就有一人是危殆 是 原本昨天是有70和99 那麼70號那位病人呢 現在就是轉為嚴重的 那麼現在我們一共是有3人呢 是嚴重 有52人是情況穩定 那麼另外那一名的疑似病人呢 都是情況穩定的 去到昨天的12點呢 那麼我們仍然是有一位的醫護人員呢 是接受緊檢疫觀察的 去到今天的中午52點呢 我們的負額病床的數目是 954張和昨天一樣呢 使用量是29.8% 而負額的病房數目呢 是515間 使用量是46.4% 另外呢 我就想講講關於那個 鎮陽春小隊那裡呢 之前都有跟大家分享啦 那麼醫管局就是聯同衛生署 還有香港大學呢 就是派出一個小隊呢 由今天開始呢 為期大概兩個星期呢 就會是去鎮陽春呢 幫在湖北回來的香港人呢 就是去取本進行化驗的 那麼我們都很多謝我們的同事呢 一共呢都有30位的同事報了名 那麼當中呢 都有包括我們總部的護理部的同事啦 來自醫院的控制主任啦 感染控制主任啦 護士啦 還有抽血員等等的 那麼我們都還有一些後備的呢 那麼就都希望呢 今天呢 可以為昨天反港的香港人呢 就全部可以 希望做到 就是取到那個樣本啦 希望是盡快呢 幫他們做到那個測試的 的 OK 跟著下來是提問時間啦 那請大家先舉手用 同事遞給你的麥克風發文 那麼之前呢 就請講回大家所屬的傳媒機構 以及每次是最多發文三條 前面黑色衫這位女士 你好啊 經濟日報 就是想問回關於周巧兒那隻狗那裡 其實都想問回有沒有 就是一共是抽了幾多個樣本去做化驗啦 他那個抽養的位置是怎樣 還有就是隔幾多人會取養 最後是 還有都想問其實什麼叫低程度感染呢 還有就是那個化驗結果 其實是有幾可靠啦 另外都想問回 因為就是狗仔都沒有一個 可能一些病徵啦 其實就是 如果是 這次疫情之下 其實那些狗仔呢 就是會不會都可以 可能出現到一些人類感染肺炎的病症 那主人可能 就是 可以感受到 可能寵物是有些異樣的 還有就是 就是 狗仔會不會成為了肺炎 可能傳播那個渠道 或者病毒的宿主啦 那 第二個就是 都想問回 就是 有些專家都說 不要帶狗仔出街了 可能都避免 那都想問回如回處 會不會都有些提示 給一些主人可能在現在疫情之下 要小心的地方呢 是不是都不要帶狗仔出街 或者有太close的接觸 就是狗仔要不要戴口罩啦 那另外都想問回 CHP 關於昨天那個 就是由印度坐國泰航班 返港那個女士確診 想問一下就是 CHP有沒有追蹤到 現在有幾多個乘客 或者機組人員 是坐同一班機的呢 就是國泰那邊 有沒有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 還有就是 如果是同機的人士 其實需不需要 都做一些自我隔離 或者送去檢疫中心隔離呢 麻煩 多謝你的提問 那你問到第一條問題呢 是究竟拿了幾個樣本 將來會繼續拿幾個樣本呢 其實我們分別在26號 28號和3月5號 就已經拿了它的樣本 這個樣本呢 其實包括它的口腔 這個 還有那個 鼻腔 還有它的直腸 還有它的糞便 那樣本 有四種樣本的 每一次呢 我們都拿幾個樣本 那我們是 我們在3月3號呢 其實就拿了它的血清 拿了那個血 將會呢 準備做這個 血清的測試 測試 測試呢 其實是做一個病毒中和測試 那需要呢 那個時間比較長一些的 那 那 你也問到說 會不會做些什麼測試呢 其實據我所知呢 我們香港和香港大學合作呢 他們會做幾個測試的 第一個呢 就是 將這個病毒那個基因圖譜 就分析出來 那 我知道呢 他們大概是 已經完成了八成的分析的了 那會和那個病人那個 那個病毒呢 是做一個分析比較 第二個呢 就是 看看可不可以在外的樣本裡 種這個病毒出來 第三個呢 就剛才我所說呢 就是 就是 做一個血清學的測試 看看它 究竟在那個 血裡面呢 有沒有一個抗體 可以和這個病毒呢 是做中和的 那 那你也都問到 究竟什麼叫做 低程度的感染呢 因為我們在 第一次測試 第二次測試呢 的而 確呢 找到它那個病毒的 含量是非常 但一般來說 比較低的 而是在3月2號 就是過了幾次之後呢 那個病毒呢 是 測試呢 也是 慢慢地減少 而在口腔裡 測試呢 會是 是 直接是 陰性 那 據我們的同事 和專家所說呢 其實 那個 假陽性的機會呢 其實是非常 是非常之微的 因為 為什麼呢 它用 六種不同的測試 在這次的病毒呢 它有六種基因的 那分別 每一個基因都做了一次測試 所以 這個準確性呢 其實也是很高 我們在3月1號 即是星期日晚 我們就正式通報了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那麼 也都問到 究竟 貓狗 會不會是 傳染其他貓狗呢 那麼 那麼 據我們所知呢 暫時呢 是 國際上也都沒有這樣的資料 這隻狗隻呢 應該是 也是第一次 是 世界上找到 第一次陽性的 那麼 我們呢 也都叫 所有的 獸醫 通知獸醫 以及所有的主人 特別如果 他們是 家裏 有人感染到 這個 病毒 是陽性 就要小心一點 是的 特別是 小心 包括是 那隻狗要來 我們要隔離 還有 他們如果是 平時現在 出街的時候 的 盡量要 那個 衛生清潔 要洗手 是的 至於你問到 那個 狗是否戴口罩 這樣 其實 我相信 口罩很難 人的口罩很難 就是 不在狗那裏戴的 還有 狗呢 它很多時候 散熱 都要靠個 舌來散熱 它身體是沒有 汗線的 所以 如果是 戴了口罩 或者對它來說 也都是不舒服 那麼 清潔 很緊要 碰過 那些草物 或者出過街 盡量要做足的清潔 如果它有任何不適的症狀 就去找手 去看這隻狗 關於那個 CX那班機 即是CX694 我們就跟那個 港公司跟著 有一些個別乘客 我們已經追蹤到 正在追蹤著 主要根據我們科學委員會的建議 主要都是坐位 那個圍著它坐的 前後左右兩個位 就是一些密切接觸者 或者一些機組人員 是照顧過那個病人 即那個個案 都是密切接觸者 其他就是一些 其他接觸者 下一位 前面 House Example 老師 如果您說 其實這隻狗 有低階層 I would like to confirm that is this infection confirmed or is the AFCD actually still pending for blood tests to confirm the infection and also you mentioned that actuall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s already completed around 80% of analysis of the test May I ask actually when will the blood test results be ready and I would also like to ask a bit more I mean under what kind of circumstances that a virus could be spread from a human to an animal Is it because of a mutation of the virus or because of something else and then also for AFCD what is the next step forward Would there be some sort of testing to be introduced in vet clinics as well and also any kind of advice for vets or pet owners and so they could protect the animals from infection as well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low level of infection whether it is confirmed or not I mentioned that we discussed with other experts in this field International experts and then we are pretty sure I think this dot have a low level of infection is confirmed and even the blood results haven't been out yet because you know whether the blood have antibody or not it depends on whether the infection stage if the early stage the dog may not have antibody reaction yet yeah and because from the first sample to the our last sample tested it's already six days the dogs the dog's their nasal or oral mechanism their secretion they should have if a contamination they should have a way to clean the viruses it would not stay for that long if just a contamination yeah and you also asked about the blood results what time will it be out I think it will take at least five or seven days for the blood result because it's not an easy test it's not a quick test it need to grow a virus and then neutralize the serum so it takes some time yeah and also whether the human it is likely according to experts it's likely the human infect the dogs and we understand the virus they don't read guidelines they you know and they cause boundary and sometimes animals infect human and sometimes the other way around this we call zoonotic disease and it's it's been happened it's not news yeah so the precautional measures is the general hygiene is important to wash your hand and and the vet should to ask their dog owners whether it's positive or not i mean whether the owner has been tested positive if they're positive they should take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 to prevent this infection at this stage it's we don't have enough data to have a 100% answer whether it's infectious to other dogs or not but if the dog's owner is positive it's better to take precautionary measure to prevent onward transmission and for genal hygiene hand washing and wear gloves and prevent the dog licking around i think that is important prevent further infection thank you first of all we know this coronavirus rna virus and you know the basic virology is all rna virus they will butate it's just waiting for time that's why i said the hong kong hong kong youth public health school have they need to do a genetic analysis to compare this dog genetic sequencing compare to the virus isolated from the patient so they can compare so if totally identical that means there's no mutation yeah i think the the testing is still ongoing 下一条 後面 橙色衫 我位 雷士 hello 想先問一下 印度那個input case 其實他就在印度的時候 就吐舍 但是你知道印度 吐舍都是去印度 舍出現的一些症狀 來的嘛 那怎樣去肯定吐舍是關於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事 而不是其他的感染 而是一個輸入個案 而不是本地呢 另外就是都想知道 漁護署那邊用中文說回 怎樣排除那隻狗呢 是一些的環境感染 令到他驗到一些樣本是陽性 還有就是 接下來五至七日後 驗到那個血清 其實說 有沒有驗到出來那個 有些什麼的意思 就是會驗到些什麼的結果出來 可以判斷到些什麼呢 這樣 麻煩 我想那個個案本身呢 他都是覺得 就是肚子肚子可能都是去印度 都可能上油 所以就可能忽視了 但是因為據我們問回 他就是除了肚子 他都覺得很累的 整個人都是覺得很累 好像很病那樣 所以他可能自己有些燒 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他去了看中醫的時候 都發現有些燒 跟著他去門診 最後去門診 都是看到他有燒 不過他自己就可能沒有 整個人量著體溫 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直都有燒 所以因為他一直都有點累 還有這個情況 他入院之後的肺都是花 變了我們都覺得那個發病時間 都是可信的 即23日都是可信的 好 是 你的問題是關於我們做了什麼測試 可以確定它不是環境的污染呢 因為那隻狗仔可能在他的環境家裡 可能會舔一些玩具 或者一些周圍的地方等等 其實我們在第一個樣本 第26日 2月26日到3月2日 其實時間都差不多6天 這6天的時間 我們拿的樣本 其實都是有陽性的 證明其實病毒的基因 其實在那個狗仔的身體裡 你說會不會停留那麼久呢 我們在口腔或者鼻腔的樣本 其實它們 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口腔 它的口水或者鼻 其實它身體有些分泌物 其實它會不斷地更新 一直這樣會悶 如果是一個感染 就沒有可能會 6天裡面都會留了那麼久 所以我們也都高度懷疑 這隻狗是受了感染 這個血清殼 其實比我們的訊息會更加強 如果那個血清的抗體 如果對這個病毒是呈陽性 或者可以中和這個病毒 這個更加可以讓我們有證據顯示 它這隻狗是受到一個低量的感染 但是正如剛才我所說 亦都是其他專家說 就算它血清殼是陰性的 也都不可以排除這隻狗是沒有受感染的 因為剛才我們那幾個樣本都是陽性的 血清殼其實需要5至7天左右才有結果 還有我們現在跟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專家 亦都做一個基因的分析 我們來看看這個9隻病毒的基因 和患者的基因的吻合度是多少 這個亦都需要一些時間 下一位 這個 KNK Thank You Richard RTHK Dr. Truong, can I ask you about that confirmed case from last night can you just tell us why you think this is an imported case and what sort of follow up measures you're doing to check maybe other people in that tour group who are on the flight to make sure they're not infected and Dr. Sitt how worried should pet owners be about this low level of infection is there a chance of it being spread amongst different animals as well or even from animals to humans so the 105 case the recently confirmed case had traveled to India the western parts of India from end of January to 24th of February so she developed diarrhea on 23rd of February before she came back to Hong Kong so she also found malaise and general I mean poor condition that's why we consider her onset of symptoms before on 23rd of February is a reliable onset date because she has onset symptoms before she come back to Hong Kong that's why we consider her as an important case of infection so she was symptomatic while she was traveling on the CX-694 so according to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emerging and zoonotic disease close contacts are defined as those who sit within two seats with the case that's why we will trace all those passengers we will consider them as the close contacts and also the crew member who serve the case also as a close contact so we regard other crew members and passengers as other contacts to keep them on medical surveillance only your question about whether the pet owner should be panicked I definitely not I think the pet owner should not be panicked because we know this is only a single case and there's no evidence that pet can get sick from this disease this is likely to be a human to animal transmission and I think a good hygiene practice and handled animals can avoid disease transmit from human to animals so I think the pet animals pet owners they should they should not panic because there definitely is the law because the animals for this case only carry very small quantity of virus and whether they can infectious to other animals or can be infectious to human it's not known yet 下一位 那件灰色口罩的女士 醫生好 有三條問題 想問回狗隻的方面 可不可以蝕醫生再說清楚 其實人狗傳染的機會 現在是不是很低呢 還有萬一主人覺得 如果是有懷疑的話 現在坊間的獸醫 或者要送去你們那裏 遙護處檢測 有沒有足夠的措施 還有是不是要等牠情陰性 還有有抗體 才會讓狗回家 第二條問題想問回 張醫生之前 佛堂那個男主持 為何不列牠做一個源頭 而是那個80歲的婆婆是一個源頭 因為牠都是1月25號 最早去過佛堂 牠用過的水龍頭 都有驗出病毒 想問回那個男法師 其實在那幾次聚會 做過些甚麼 會不會懷疑牠才是首過 因為牠去過大陸 會不會懷疑牠才是首過源頭呢 最後一條問題想跟進那個印度的個案 因為印度只有山中的確診個案 為何會懷疑牠在當地感染呢 會不會同團那21名的人 會不會牠們有甚麼國籍 牠們回了香港沒有 會不會是在這個團裏的人去感染的呢 麻煩你 劉傳人 是 第一個問題就是 牠們狗是否會驗到病毒呈陰性才會給狗主呢 沒錯 因為根據我們現有的規則 狗要在分別幾天之內兩次的陰性才會給狗主 那至於你說是否狗全人的機會很低呢 其實暫時呢 我在國際上的確證據就不是很多 特別在這個狗隻感染這個病毒的資料不是很多 但是很明顯呢 這隻病呢 其實好像剛才我講的 就是人傳人的病 暫時呢 也都是沒有資料 也都沒有 有這樣的案例 是可以再由狗全人的 是的 關於佛堂那個源頭呢 其實我們就 未做完整個調查呢 就未可以確定的 我們在網上擠 只是擠了其中一位最早發病的人 便於我們識別的意思 所以其中一位是 2月8號開始發病 即是最早的 因為其實有兩位的 我們將其中一位 就當為一個本地個案 由其他所有人呢 就是當作它是一個 就是跟它相關的個案 就是純粹是 讓我們容易些計數的意思 就不是說 那個就是那個源頭的個案 那麼 那個法師呢 他住在那裡 但是因為他一直都是沒有病徵的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 他是 什麼時候開始帶著病毒 是最近 他找到確診 究竟是他最近才開始發病 有病毒 還是很早期已經有 現在已經是差不多康復了 其實現在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就不可以 當然我們都不會排除 任何一個早 即他都有機會是其中一個病原 但是現在都是未肯定的 那麼我們還有一些調查 就要繼續做的 那麼 另外就是 印度那個個案 我們怎樣為之 一個輸入性的個案呢 就是 他如果發病的時間 不是香港 他在外地已經開始發病 那麼他一定是一個輸入性個案 至於那個病原 即他的病原 是由他的同伴 或是由那個印度其他地方 染到呢 當然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因為他們去了那個印度的地方 一起去 都去了整個月 即就算是其他的同伴 染到他 或者是大家同一個地方染到 其實都是在印度發生的 應該就不是說 就是由第二度然後帶去印度 再回來 因為隔的時間都整個月 他們去的時候是1月31日開始去的 那麼變成了 這個是一個輸入性的個案 至於 我們都知道 印度好像 好像不是報告了 有很多個案 那麼是不是真的有機會輸入到 就是進入香港呢 那麼 其實這些個案 都是 都會靠回究竟那個國家 那個監察的系統啊 他們是怎樣去驗一些 懷疑的個案 都會跟這些數字有些相關的 好 那21個人 不是香港人嗎 他就應該是 據我所知 就是他同20位朋友的 那當然有些是香港人 有些好像已經是 不是香港了 現在 下一位 前面 戴眼鏡 那位女士 黑色衫 第二排 你好啊 明報去方問的 想請教一下 就是 就是 蟲鼠狗 到現在這一刻 都沒有病症 但是我們就想 問 如果 in case 他有病症 其實現在 寵物界 有沒有抗病毒的藥 人就用 尼巴胃臨 干染素 之類 那不知 狗隻的話 如果他真的不幸 他 雖然病症 其實是 有沒有藥可以針對 這種病毒去醫治的呢 另外呢 就是想問回 都是一隻蟲鼠狗 就是 如果牠是 就是種出 有那個活的病毒 或者種不到 那 其實種到 是不是代表 其實牠可以 就是 由牠的體內 或者是 由隻狗再 傳回給人 或者其他動物呢 就是因為 如果有一個活的病毒 一直在牠的身上 存在 那 會不會就是 就是引申說 一個公共衛生的危機 就是 可能其他狗隻都感染的 那牠在社區上面 逗留 那 是不是真的有機會 會這樣去 傳了出去呢 雖然說 現在那個證據 不是很多 因為這隻狗 都是第一個個人 那我想問一下 那個可能性是怎樣 第三個問題 就是想 追蹤之前 有講過 就是 佛堂 就是追蹤到 一些線索 就是可能是有些 內地的法師 我們想問一下 現在最新的進展是怎樣 謝謝 是 松書九 好 松書九 你剛才問到 九隻 對那個藥 就是這個藥物 是醫治這個病 其實 抗病毒的藥 九隻是有用到的 某一些病 一些病毒的病 但是呢 這一隻病毒 是一隻註冊的藥 是用在狗裡 暫時 據我來所知 是沒有的 在貓狗裡 你說怎樣去醫治這隻狗呢 如果牠真的有症狀呢 其實我們都是一些 叫做輔助性的一個 支持 讓牠可以 沒有那個症狀 讓牠健康的 像這隻狗一樣 我們看到牠的病毒 其實是 不斷地少的 我相信 是 以往的經驗 譬如一些 突發的冠狀病毒 牠在貓狗裡 會慢慢地少 會自己 產生抗體 是 中和了病毒 會好回來的 剛才你說到 究竟 如果牠是有這個病毒 究竟 牠的傳染性 其他狗有多少呢 據我所知 其實 都要再做一個 再做一些實驗測試 而香港大學 公共 這個 公共 這個 衛生學院 其實他們 就會 如果種一個病毒出來 據我所知 會試一下 會不會把這個病毒 在一個 九隻的細胞裏面 看看可不可以生存 或者 在九隻 呼吸道的細胞裏面 可不可以生存 這個 據我所知 他們也可能打算做 到時 可能會再多些結果 才會有個定論 下一條 關於佛堂那裏 我們現在的追蹤 都沒有一個真正的結果 不過 由各方面的資料 都知道 其實佛堂在2月5號、6號 曾經有一些僧人 在那裏做一些 帶領的法會儀式 大家一起總經 例如祈禱 祈禱 那些 那裏 都有一些人 可能是 由內地 有些人去過內地 我們都有一些追蹤到 但是 都有一些 送到醫院去發炎 因為都有一些病症 但是都是陰性的 所以 就沒有一個確實的結論 看這方面 下一條 前面大頸 各位女士 第一排 嗨 這是 Nicole 從《The Financial Times》 我有些問題 給 Dr. Titt 其實 多少人 都在寒暴? 有任何其他 寒暴? 有任何其他寒暴? 有任何其他寒暴? 有任何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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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患嗎 有任何患? 有任何患? 好像 有任何患嗎 有任何患? 有任何患? 有任何患做到 如果 有任何患? 謝謝 現在 有任何患 都不會吸引 有任何五人 能 有任何患? 有一人 鹿 And so expos 是的 匪 esas normal 在203期間 特果在 pol Skyl suo 我们可以 jungle 正稳定了 从大海玉抓住 疫学生 一隻狗和一隻狗都接受得更正確 謝謝 下一條 這邊綠色衫這位男士 商臺 想問問 第一就是新藥的臨床測試 瑞德西偉之前也有說過 也有一些醫生說到 其實藥會在三月第二星期 在本港公立醫院 三間醫院去試用 想確認這個消息 是不是已經有這樣的決定 第二就是藥 主要是用作臨床測試 會希望用在哪一類的病人 在確診中有沒有說哪些會優先 而用藥的時候有沒有一些 你已知的副作用 都可以跟大家講一講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講到寵物那方面 現在的漁護處 對於寵物隔離措施 設施大概有多少個籠 數量是多少呢 而當中會怎樣做一些措施 預防動物之間的一些交叉感染呢 對於藥的臨床測試 我們醫管局這個星期 做了臨床研究倫理委員會 我們都通過了 另外我們都要等到衛生署 然後他們都會評估 批出那個我們叫做 clical trial certificate 如果都是通過的話 藥廠都會開始送藥來香港 就會在我們醫院局的三個醫院 那裡開始進行研究 分別是瑪麗醫院 瑪加列醫院 以及威爾斯醫院 它的測試 主要是分兩個臨床的測試 一種是屬於輕度的病人 一種是中導致嚴重的病人 我們都會看回他們的臨床情況 是否符合臨床測試的要求 來提供他們進入研究 本身那種藥 除了西偉 本身都是一個研究當中的藥物 對於藥物的資料 其實就不是太多 以我們的理解 就知道 對於肝臟那裡 可能都會有一些副作用 所以這次的臨床測試 正正都是想看回 這個藥物在病人用上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安全的情況的問題 那個副作用 以及它的成效是怎樣 我們在港珠澳的動物隔離中心 其實可以容納十多隻動物 如果有需要 其實我們也可以 徵用其他動物管理中心 作為一個隔離的地方 怎樣可以 防止交叉感染呢 我們盡量 將受感染的動物 和未受感染的動物 分開處理 如果受感染的動物 我們同一個地方 我們會盡量 將它有這麼遠方 這麼遠 以及有足夠隔離的設施 防止它們可以有交叉感染 而我們的工作人員 也經常要清洗有關的地方 足夠的保護衣物等等 下一位 後面灰色衫那位女士 中間我 你們很順暴的 首先想問一下 剛才張宿君醫生有提過 那個佛堂 其實剛才你說過 有些來自內地的一些仲經法師 他們想知道他們去過內地什麼地方 有幾多名曾經去過內地的這些法師 是參與了那個儀式 還有你說都有幾個曾經送院 就是數目是多少呢 那他們什麼時候出現病症 有什麼病症 想有交代清楚一點點 另外我也想問回 印度去印度旅行 那個21人的自祖旅行團裏面 因為他們都一起相處了一段日子 都想知道有幾多個是回到香港 現在衛生署接觸到裏面幾多個人 最後就是想問回 關於狗仔那方面 其實都知道沙士那時候 都有一些貓狗有輕微感染的 有小癢病毒的一些情況 當時那個處理手法是怎樣 這次有沒有什麼可以借銀上次 麻煩 關於那個佛堂那裏的追蹤 我們就由那個主持人都拿了幾個名字 就知道有七位曾經請回來的一些法師 就幫手主持了 其中一位我們找到的時候 他都有點頭痛 所以我們就送了去 好像是東區醫院 就檢驗的 是陰性的 因為他當時只是2月5號去過半天 所以已經過了潛伏期 所以就沒有需要做檢疫 其他那些就是有些電話 但是因為我們找到去的時候 就打到去他的地方 就已經不是香港 就找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追蹤著 那些人是哪裡 不清楚的 之前那個就說去過上海 就是我們找到那個就去過上海 另外就是那個21人的團 包括那個病人 我們就接觸到個別的人士 我們都陸續應該就找回他們 因為病人都希望自己聯絡了那個團友 免得他們嚇到 等我們交了他們的電話給我們之前 他希望先找他們 所以我們現在陸續就接觸他們 很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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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應該除了一個病人 就應該有20位的 可能有個別 我們知道有一兩位就不在香港 那他同房那個我們已經找到的了 那就沒有病精的 就會送去醫院 還有一兩位我們就找到 但是其他就要陸續找到 好 關於2003年沙士淘大花園的時候接收的狗隻 雖然他來我們的檢疫中心的時候是陽性的 但是我們看回數據 兩個星期後我們再拿樣本轉回陰性 當時陰性的時候他還給了狗主 關於貓隻發覺帶有病毒的時間比狗隻長 需要長一點時間才會轉陰性 而當時的數據就算有陽性的貓隻和陰性的貓雀 就算放在一起都沒有感染其他貓隻 當時的數據 下一條 中間白色三位女士 你好 尤仙電視 想問關於印度反國的個案 首先他自己是和什麽人一起住 還有想問現在一共接觸到幾多個密切接觸者 除了那21人的團之外 他都去過很多地方 其實有些什麽 暫時接觸到那裏接觸過的密切接觸者 第二就是想問關於這隻狗那裏 那裏 其實定義上 其實就是聽到一路都講的是低程度感染 但剛才亦都有講過高度懷疑感染 那其實到底這隻狗是否真的確診了呢 為什麽當他用在人類個案的時候 一直都沒有用過低程度感染 但用在狗就會用這一個term呢 因為有些獸醫都有些質疑 就說這個term好像比較有些誤導性 就是到底是怎樣界定他是高度懷疑感染 還是低程度感染 還是確診呢 謝謝 我講了那個印度個案 就是由印度回來的個案先 他就和先生和工人 就是家裏有個家庭容工一起住的 那些都是密切接觸者 那他去旅行的時候的同房 我們都找到 那他都是密切接觸者 那因為他都有20個人一起去 都去的時間比較長 那我們都希望找完那20個人 然後看看情況 有機會他們都是密切接觸者 都未定 因為大家一起旅行 可能都會有很多接觸的時間 那他去那個中醫 那中醫他自己 因為見到報紙 因為昨晚我們知道的個案的時候 那個中醫那個地方已經刪了 那我們打算今早就找到 不過那個中醫都很聰明 見到那個新聞之後 已經召了我們熱線 那他自己有一點點頭痛 有一點點不舒服 那所以現在是醫院 那那個婚禮的新娘都召了我們熱線 那所以我們都知道那個婚宴的情況 因為他時間比較短 還有他們 因為當時都有一些不舒服 不是坐了很久 那可能就是 起碼坐在旁邊的那些 可能是一些密切接觸者 其他我們就要看一看 有沒有人真的跟他在婚宴的時候 被聊過了 接觸過 那樣 那其他那些呢 就是因為他逗留的時間都比較短 還有大家都戴上口罩 例如銀行那些 那我們可能都會聯絡一下 看看究竟他們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接觸 如果不是呢 都未必是一些密切接觸者 還有的士 的士我們就會叫一叫 關於感染那裡 其實呢 有幾種定義的 其實世界動物衛生組織裡面 也有一個定義 動物是否受感染 如果當它的定義其中一個呢 就是如果在它的器官裡面 就是連續一段時間 是找到某一個病毒呢 其實呢 也都可以說 那個動物是受感染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用一個 低分量的感染呢 其實我們幾個專家都在這方面 就討論過的 那發覺第一 我們在那個第一次樣本 到幾個樣本 都是很少量的 而這隻狗也都沒有這樣的 任何的症狀 而這次也是第一次 在狗裡找到的 那用一個 用這個低分量的感染呢 就比較是 可能是適合一些 是的 第一 我們還會有些樣本 是會做測試的 那變了呢 就 大家討論過呢 就發覺這個是比較適合的 是的 那它是否確診了 還是不應該用確診這個症狀 我相信其實這個 用確診或者它是否感染呢 其實都可以用的 是的 下一條 好 我們最後回答三條 不如 看看 最後面 那個黑色衣服的那位 那位 那這邊 這位 你好 香港01 也想問問 市醫生 其實剛才也有說到 一個正常的 就是在狗隻島 都沒有找到一個正常的 Volium的病毒量 其實想問一下 在今次這隻狗狗那裡 其實驗到多少病毒呢 剛才也有說到 那個輔助性支持 其實 都想知道其實 在醫治這隻狗狗 就是可能給一些舒緩性的措施 給狗狗的時候 其實對牠的身體 會不會有影響 還有 其實都想問一下 其實如果當狗狗 牠好返 或者出院 是否跟人一樣 都是可能要測試到兩次 陰性的結果 就代表牠是好返 或者狗狗會不會像人一樣 都需要覆診 另外就想問一下 有沒有跟主人了解過 其實牠跟牠的狗 會不會有什麼差別接觸 所以令到 狗會受到一些感染 還有 因為最近疫情的時候 都會不會呼籲市民 如果牠們養寵物 都不要跟牠們自己的寵物 都太過差別接觸 最後就是想問一下 之前也有說到 覺得這次狗 不是在環境裡沾驗到 會不會就是因為 試過沖過牠們的口 或者鼻 都會繼續驗到病毒 所以就認為這次 不會受到環境感染呢 謝謝 好 第一個問題就是 測試九隻病毒的量 其實我們這次用快速測試 測試病毒的基因 其實這個測試 實際上它不是用量測來的 它只有陽性和陰性這兩個 但是在我們的測試期間 發覺其實它是要很 比平時慢了才顯示到陽性出來 所以我們就推斷 其實病毒的基因的份量是非常之少 剛才你也問到 那個狗隻的傳染性 是否由於主人跟牠親密接觸等等 我相信這隻狗 其實是 牠十七歲的蟲鼠狗 但是牠雖然又有心臟 即是有其他的疾病 一天要吃幾次藥 但是牠都是很健康的 我相信主人一定是很疼這隻狗 而且牠一直都是 在一個獸醫診所看病的 所以我相信不排除 主人跟牠很疼這隻狗 經常會大家有接觸 所以會有這樣感染的人 那這隻狗 其實十七歲的蟲鼠狗 大家知道 如果養開狗就知道 蟲鼠狗一般 就很少會去到這個歲數 所以這隻狗等於人的八十幾歲 但是牠也很健康 所以我們在拿樣板的時候 也很小心 不想傷害到這隻狗 也不想讓牠有些不舒服 或者引致其他的病發症 剛才你說的狗 牠是沒有任何的 其他呼吸系統的症狀 所以是不需要這樣治療的 我相信只要給些時間去休息 牠自己身體有抵抗能力 牠自己是有機會康復的 那我們的現時的規定 要去拿兩次樣板 在隔幾天 拿兩次樣板 以這兩個樣板是陰性 我們先給主人 我想三至四天 是了 三至四天 是了 三至四天 我相信如果我們拿了三至四天 是陰性 而我們過去幾天 看到病毒的份量 其實愈來愈少 我相信牠現在是康復的 我相信如果是給主人 主人好好地照顧牠 應該不需要再來我們覆診 時間關於我們最後回答 簡條先生這位小姐 你好 港台 首先想問市醫生 都是想解釋少許清楚的定義 之前見到一個字眼 是用弱陽性和陽性的分別 剛才就講到 因為那個基因 即是測試那個時候 比平日慢了很多 才看到陽性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 可以說兩者的定義的分別呢 另外想問回印度那個個案 同團那二十幾個人 聯絡到的話 是否會即時送牠入檢疫中心 還有想確認一次 那個My Garden 是在觀堂那間 還是在九龍堂那間 第三就是 都是想問回張醫生 檢疫中心 昨天出來公主號那些乘客 就說做過 有些人說做過三至五次Test 抽過血這樣 那想問一下 現在那個專隊 對於湖北回來的那幫人 是不是都會做 這個數量的測試安排呢 還有之前說過 臨走之前 幫他們做多次Test 這個東西 是會不會用在所有湖北 回香港的旅客身上 還有之前探討 其他的檢疫人士 都會這樣做Test 那個進度是怎樣呢 謝謝 謝謝 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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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這隻狗隻 我們用那個感染啊 低程度啊 或者那個病毒的測試 是弱陽性的 其實最主要是 在那個測試的過程 我們是考慮到 它是比一般我們平時做的測試 是很久才呈現陽性 這個就有關係的 第二呢 就是狗隻它就是沒有任何的病徵 第三呢 我們看到狗隻呢 也都是在很短的時間呢 在其他的地方呢 也都是找不到病毒 所以我們跟各位專家講過呢 發覺可能用這個定義 或者去形容這個測試結果 是比較合適的 所以我們選擇了這個 利用這個低程度啊 或者弱陽性的這個測試結果的 那個麥加頓就應該在 根德道5號那間 即九龍塘那間 那二位同團人士呢 我們就要逐個問回的 因為有個別我們找到呢 就是它其實提早離團的 就是它可能是19號已經 已經沒有見過那個病患者 就是現在那個個案是23號開始病發 那如果19號計到現在 就差不多已經14天了 那所以就未必是 個個都是需要隔離 還有我們都要看回 那20位人士呢 就跟這個病案 這個個案那個接觸的情況 就是大家平時有沒有一些接觸 鑽石公主號 鑽石公主號那個呢 就是湖北回來的人士 或者是其他的 現在在檢疫中心的人士呢 我們都會在 第12天左右 就是臨出 離開那個檢疫中心 就會幫他們留一個 口水會發炎的 那我知道湖北的人士呢 都會他來到的 就是剛剛的第一天 都會幫他留一個 那中間呢 就香港大學呢 就會安排一些抽血的 就可能看一下他的 血清抗體的情況 那可能那裡呢 就會有幾次都不定 那今天的記者會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 今天請坐下 請坐下 看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